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贼金 本期视频我们来说三只股票 纽约社区银行NYCB再度下跌 开始引发美国银行业危机2.0正发酵的担心 纽约社区银行的信用等级被穆迪下调为垃圾级别 穆迪表示 该行正面临财务 风险管理和治理挑战 并补充道 如果情况恶化 它可能会进一步下调该银行的评级 华尔街忧虑更多小银行 商业地产信贷波贝不足 尽管地区银行正在波贝更多的准备金 以应对商业地产危机 但是华尔街仍担心难以维系 而且许多对商业地产风险畅口较高的地区银行股价也更跌 因为许多其他地区银行 今年可能不得不计提更多的波贝来吸收商业地产未来的可能损失 这同时意味着更少的盈利 除了对于银行本身的担忧 还有一层担忧在于 监管机构是否会强行要求银行拨备更多资金来应对危机 在忧虑情绪弥漫之际 美国政府送上了丁星丸 叶伦表示 虽然商业地产的损失令人担忧 但美国监管机构正与银行密切合作 努力确保贷款损失准备金足以弥补损失 和股息政策足以应对 叶伦指出 我相信这是可以控制的 尽管有一些机构会因这个问题承受很大压力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对区域银行三倍做多DPST的一些看法 几天前收到观众的提问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潜在的机会 DPST市场上最激进的基金并不适合胆小的人 数据显示 该ETF产生了78%的惊人历史年化波动率 几乎是标块指数回报率标准差的5倍 曾经最大回撤达95% 单个交易日中出现过45%的跌幅 该ETF相关的风险水平如此之高 以至于操作方面只适合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在几小时或几天内 对区域银行股票的方向进行超短期压注 第二个情况是 非常罕见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在底部买入并创造不对成交易 我们之前就是这么做的 曾经做过两轮DPST 虽然目前又一次大幅下跌 但目前入场还不太合理 理由是 由于3月份不降息 叠加又有小银行爆雷 导致原来银行股的上升趋势戛然而止 现在跌破了趋势只能等待 5月才降息 对中小银行来说压力是巨大的 如果继续下跌到了50附近的位置 那么或许博弈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另外 所有问题既然是因为高利息所导致的 那如果未来降息了呢 未来肯定是要降息的 基于此 区域银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回看历史 每一波至少涨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目前只能耐心等待了 下面来看第二支 迪士尼 迪士尼发布财报 收入相对平稳 盈利高于利润预期 并为全年盈利能力增长20% 提供了乐观的指引 这一切都归功于成本削减的持续成功 该公司指出 本季度整个企业在销售 管理以及其他运营费用方面 实现了超过5亿美元的节省 与此同时 迪士尼家核心电源用户 环比减少130万 考虑到该服务价格的上涨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就每位订阅者的平均收入而言 迪士尼家核心增长了2% 达到6.84美元 周二 该公司宣布与福克斯和华纳兄弟探索频道 成立合资企业 将迪士尼的体育网络纳入流媒体捆绑中 迪士尼财报电话会议表示 第一 将与Epic Games建立激动人性的合作关系 收购少量股权 并推出一个开创性的新游戏和娱乐宇宙 将迪士尼深受喜爱的品牌和系列 与极其受欢迎的堡垒一页认为一体 虚拟加上现实的开放世界 迪士尼一定会插一脚 这是可期待的 艾格补充说 期待已久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ESPN版本 将于2025年秋季推出 第二点 迪士尼将现金股息提高50% 拟于2024年回购30亿美元的股票 第三 下个月 迪士尼家将成为泰勒斯威夫特历史性演唱会电影 时代之旅泰勒版本的独家流媒体平台 说实话 如果不是上面三点 就这次财报本身而言并非完美 迪士尼家核心定位量损失了 公司也确实削减了生产成本 但由于罢工和解决方案的滞后 他们并没有真正产生任何成本 尽管上季度确实宣布了投资增加 但其投资并未大幅增加 这有助于在这次财报中创造一个亮点 接下来 艾格面临的不是一位 而是两位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股东选举中 获得董事会席位的持不同证件的股东 如果其中一位或两者都成功 艾格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董事会可能会抵制他的计划 同时为公司的部分部门提出替代战略 因此 潜在的乌云或许会或者说黎明即将出现 未来一到两个季度的情况将会更加清晰 一个有趣的观点是 即迪士尼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 即将到来的股东投票 将是迪士尼多年来制作的最好戏剧 注意 这个时间点是4月3日的年会 股价来看 作为迪士尼的长期股东 股价终于又一次上三位数了 公司只要稍微削减一些开支 就重回赚钱机器的本色 去年我们对迪士尼的立场并未得到回报 然而我们相信 市场在短期内往往是一台投票机 在长期内则是一台称重机 我们很少会因为仅仅价格走势对我们不利而改变主意 如果能把流媒体的故事讲好了 股票三百刀都是有可能的 复苏可能是史诗般的 但短期依然是一个复杂的投资选择 之前说了 人家Meta一天涨了超过一个迪士尼啊 那么请迪士尼继续加油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PayPal PayPal公布财报 盈利和收入超出预期 由于总支付量和美国活跃账户的交易量增加 第四季度的业绩强于预期 然而活跃账户总数继续下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活跃账户总数为4.26亿 低于9月30的4.28亿 和2022年12月31日的4.35亿 活跃账户是金融科技支付公司的生命线 我想到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 但股市似乎过于关注最近的负账户数量 并没有足够关注活跃账户的支付使用水平 而活跃账户的支付使用水平在增加 更加重要的是 对于市场而言 PayPal公布的指引令人失望 PayPal提供的全年和第一季度指引低于预期 公司预计 全年美股收益为5.1美元 低于冯西师预期的5.48美元 预计第一季度美股收益同比增长率 将下降至个位数中断 而普遍预期为8.7% 导致股价打跌 这份财报是新任CEO克里斯领导下的 在技术上可以负责的第一份财报 他称其为公司下一个篇章的开始 克里斯才上任几个月 而新任CFO则于去年11月初刚刚上任 财报后 分析师认为PayPal的潜力似乎受到执行力问题的阻碍 那么PayPal的管理团队怎么样呢 我们在仔细浏览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人 例如这位新任CEO拥有良好的业绩记录 在他先前的职位中主要参与产品开发 但目前感觉办法也不是很多 他主要是致力于促进利润增长并减化运营以提高效率 比如他表示我们将震惊世界 不过最终被解读为 创新不够layoff来凑 全球layoff2500人 大概是9%的员工 下一个风险是 克里斯可能会有转PayPal的成本削减计划 并增加资本支出 这可能会破坏利润率上升的论点 如果接下来克里斯的表现继续没有亮点 那么这可能会影响人们的信心 虽然收入和利润一直在缓慢增长 但是股票却暴跌的原因是缺乏创新 对于科技企业来说 没有创新就得不到认可 当然这里的创新是为了对抗竞争对手 数字支付领域充满了新老公司 包括苹果 谷歌和FM FDNR支持的解决方案 苹果和谷歌不仅将各自的支付方式 与移动设备无缝集成 而且他们正在慢慢地将用户的信用卡与浏览器紧密集成 使无需输入信用卡即可轻松在线支付 PayPal对于企业来说是昂贵的 在竞争激烈且费用高昂的市场中 PayPal会受到限制 而最新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马斯克要做回老本行 X已经宣布 将在今年推出P2P支付服务 不过根据美国多州许可系统网站 X的支付子公司XPayments到目前为止 只在14个州获得了汇款许可证 马斯克在X内引入P2P支付的做法 让人想起当年他与PayPal的种种恩怨 老马或许想要把当年失去的都拿回来 但必定不会是一帆风生的 毕竟老马碰金融 意味着要封福尔街核心大楼的蛋糕 最后 PayPal需要确保掌握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 英国可能会制定新的法律和法规 这可能会影响PayPal在英国开展业务的能力 英国目前约占PayPal的收入约7% 如果他们失败 这可能会对PayPal的业务造成打击 总体来看 全球支付方式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不幸的是 PayPal并没有成为这一变化的中心 说说股票回购 多年来 PayPal在回购上花费了许多资金 在过去12个月的基础上 公司回购了约7500万股普通股 向股东返还54亿美元 但同时在谈论PayPal时 很多人都会提及基于股票的薪酬 是的 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基于股票的补偿 这让回购效率大了一定的折扣 当然 公司财务状况还是很好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都很健康 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拥有价值近120亿美元的现金或等价物 他们今年将获得约5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现金流这一点 在其于KKR达成的出售高达400亿欧元的先买后付的协议中得到了体现 交易金额相当可观 虽然确切时间表公司还没有公布 然而 未来几个季度将从这里获得大量现金流 支持其股票回购计划 股价来看 估值便宜 但定价遭遇了灾难 在最近的下跌中 PayPal的市值从3600亿美元的高位跌至不到700亿美元左右 有人说这是价值陷阱 这是价值投资者的又一刻 不过这和大环境也有关系 目前支付行业是美股中最低估的行业之一 整个支付行业的估值远远低于10年平均估值 技术背景仍然疲弱 跌破60美元的支撑位 接下来需要嘎空来冲洗 这样这支股票才能回到现实 市场先生害怕大幅下跌 所以往往有点过度了 不好的东西已经打折过度 我们正处于修正太多的领域 这与看起来丑陋的基础图表的感觉相匹配 我们给出的供应估值约为每股90美元 如果PayPal能够将增长加速回到两位数范围 那么该股可能会因增长和倍数扩张而带来可观的收益 而极端情况下最好的结局就是被收购 祝所有在这列火车上的人都有好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于今天所讨论的三支股票 现在都处于严峻的时期 如果到了江西周期 所处的环境才会大不同 市场或许会更加宽容 希望他们都可以重温其辉煌岁月 最后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